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 还有中国的国际情势 还有经济都面临很严峻 所以他渐行就要求三个人 李克强 汪洋 王岐山 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党政要员 来召开一个中共政治局的扩大紧急会议 那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除了疫情的控制之外 两岸关系香港的议题之外 他拖大大最重要的关键是讨论习近平 是否适合担任国家主席 共产党总书记 还有这个军委书记 认为习近平 等于说就是间接叫习近平要下台 他不怕 他是谁啊 他是谁好 那其实他跟任志强有共同点 他们都是红二代 那这个陈平的爸爸 就是中共的非常高阶的军官 那他自己就出来做生意 可是他当时他是属于这个 他自己自身跟习近平非常的熟 认识超过40年 那他有一个妄想 他当初去香港接手 接手了一个叫做阳光卫视 阳光卫视他就自己号称说 我要用这个资本主义 去扣中国的传统产媒的大门 他妄想要用这个媒体 来改变中国的一个言论自由 结果后来你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吗 他的这个阳光卫视 后来根本就不让他在中国落地 所以导致他后来就惨淡经营 就他自己创了一个 那这个命运不是跟黎智英一样吗 对啊 但黎智英没有惨淡经营 没有惨淡经营 那后来这个陈平就不死心 他又再创办了一个这个阳光实物 就是这种周刊 就后来这个也被中国封杀 他的数位板被中国封杀 反正跟黎智英就是没有办法落地 对啦 反正他不管做什么的都被封杀 他就慢慢的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做什么声音都被封杀 原来他根本早就被中共给盯上了 所以后来他在香港 还被人家用木棍给扒一下 然后后来他就自己 就离开了香港市场 然后去美国创业 就他去美国创业 就卷入了一个巴基斯坦的电厂案 也失利 就他去查 原来搞到被 搞到后来原来都是中共走到哪里 都一直封杀他 等一下 连巴基斯坦电厂案也会被封杀 也被封杀 因为中共就出手了 无远佛界 对 即便你在海外我也要给你写 对 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就出来就猫头指向他 就说他是转发 就是说他写了这封见寝信 就他自己搞到很紧张 他说我没有转发 我没有转发 他说不是他写的 是他转发的 问题是转发也不行啊 可是这个有个疑点 所以这不是他写的 他否认 他现在当然赶快否认 他说他只是转发 他觉得讲得很有道理 所以他就转发这样子的内容 可是这个有一个疑点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 因为大家查这个是微信 那微信 这是中国海外的这个微信 那你也知道说在中国 你现在只要写到习近平三个字 一定是被封杀的命运嘛 你这怎么可能 这个在中国 所以他怎么转发呢 所以他这个是在海外 变成是说你中国内部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中国海外 你就可以大肆的宣传 所以现在认为就是说 中国内部有一个倒席的声浪 那跟这个海外的舆论 如果一旦造起来的话 是不是可以内外呼应 然后就把习近平给推倒 那既然习近平现在面临了 这个倒席的危机 他当然要做的就是维稳嘛 好 我们来看他怎么维稳呢 他派了他自己的嫡系子弟兵 前山东省长公正 出任上海代理市场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对 没错 大家还记得上海市长本来是谁 是应勇嘛 因为应勇当时在这个湖北 掉到武汉去了 对 掉到武汉了 去帮他做这个疫情的维稳控制 所以他现在找了这个公正 出来出任这个上海代理市长 副市长兼代理市长 所以这个今天消息出来 大家就在查说公正到底是谁啊 后来他是六 现在约莫年纪大概是六十岁 属于终身代 他的背景很硬 有一说传说他是刘鹤 刘鹤的妹夫 刘鹤大家知道了吧 是这个中共国务院的副总理 但是他重要的是 他是习近平的同班同学 也是习近平最倚重的财经幕僚 中美贸易大战不是都是刘鹤 站在第一线吗 刘鹤却谈 对 那有刘鹤推荐嘛 推荐他的这个妹夫 如果真的是妹夫啦 那公正当然就是有这一层的姻亲关系啊 那另外公正还有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大家还记得就是说习近平在这个浙江 担任这个书记 省委书记长担任五年的时间 他在这五年时间就一直培养 所谓的这个浙江的部署 我们称之为叫做支江新军 那这个公正虽然不是这个习近平当年的 这个直接直接的这个支江新军部署 可是他跟支江新军的这些人都非常的熟 包括中宣部长黄昏明 还有现任的这个北京市长蔡奇 他其实都是非常娇好的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公正的这个任命案 有人就认为说 这个习近平现在要维稳 所以就把他之前在浙江这个支江新军 全部通通都叫回来 全部通通都部署 所以要有稳固他在这个党内的一个 一个势力就对了 好 这是一个维稳的动作 对 那我们回来看 影响习近平黄圈 最关键的仍然是这一场疫情 这场疫情到底中国控制了没有 和缓了没有 清零了没有 包括有药了没有 疫苗真的研发出来了吗 我们来看 湖北连五天清零 但是破功了 大陆又新增了78例确诊 有四例是本土 所以他如何控制疫情就很关键 当然有没有疫苗 就是最主要 我们经常说 有疫苗得天下 在这一波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 你看美国跟德国抢疫苗抢成这样 现在中国说不要抢 我有了 而且我已经打了第二针了 对 而且他进入 他今天是宣称说 他进入了临床的事业 那临床事业就代表很快了 很快如果成功就可以直接上市了 但是好 那我们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汪浩大哥 他就点出了两个很重要的疑点 他说如果按照你这样子说法的话 因为像我们之前研究这个什么流感病毒 你疫苗的研发 大概都要五六个月的时间 大概平均是一年 那你最快也是五六个月 那现在才三月多 如果说你疫苗可以研发 你往前推 疑点一就来了 你是不是2019年 大概九月的时候 你就开始在做了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疫情 对 还没有疫情 所以他就合理的怀疑是说 那你到底是谁啊 谁的这个基因主序来研制的呢 那所以我们就合理怀疑 你是不是当时就已经一手在研发病毒 一手在研发解药 所以这个是这个合理的怀疑 这是可能一 对 是一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来看 那如果从时间去来看 有另外一个可能是 根本疫苗现在还没有到临床试验 对 那这个第二个 大家怀疑的是说 这个康默西生物公司 这间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它是跟中国合作的 香港上市的一间公司 可是大家被人家发现就是说 他2019年3月才刚上市的时候 他股价非常的普通 大概只有30块钱左右 而且呢 他的在9月的时候 他的财报是整个大亏损的 亏损3亿多的人民币 可是为什么偏偏到2019年 去年11月的时候 哇 你看他的这个 我们来看股价本来都是在低档盘旋的 突然在去年11月股价大涨 而且一路功高 现在更是既然传出疫苗有机会 李庄夕 股价当然会做反应 所以冲天炮一样 对 他到11月的时候突然整个攀升 到12月是整个翻倍 来 我们来看康熙诺 这家公司就是研发疫苗的这家公司 对 他跟中国合作的一家 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 所以大家就又合理的怀疑 就说那为什么突然这间公司 本来表现平平然后整个翻倍 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是中国在背后 又开始操纵的另外一个指标性的证据 所以到底谁能够先研发出疫苗呢 这是控制这一场疫情的比赛 也是习近平皇权的保卫战 但你来关心的是这两天 让好多观众朋友 好多粉丝伤心的事 刘臻离开了 在今天有最新的消息谈到 想陪女儿长大 有人说刘臻爆哭 而且她最后有一个请求是 她说我不要离开 特别是在今天媒体也谈到 为什么最后会选择 在22号那一天放手 其实也有关键的原因 对 没有错 刘臻的灵堂是在明天3月25号 她会开放让大家进去调业 然后预计是4月22号会举行追思会 为什么要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因为刘臻的家属 他们非常坚持 希望刘臻是美美的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大家记得的都是她美丽的身影 那为什么呢 刘臻在北荣这45天 跟死神拔河的这当中 其实她受到蛮大的病痛的折磨 昨天我们也提到 从2月7号这个手术不顺利 她装上叶克膜 其实她在进这个医院之前 辛龙陪着刘臻去做检查的时候 医疗团队 他们拜访了很多大型医疗团队 都告诉刘臻跟辛龙 她的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如果继续工作 或怎么可能随时会昏倒 所以对辛龙来说 从那一刻起 她几乎就是睡不着觉 她非常非常非常地担心 2月7号刘臻去做手术 手术不顺利装上了叶克膜 然后就开始进入了昏迷 这对辛龙来说 她是完全处在崩溃的状态 所以大概在一个多月前 各位记得吗 辛龙当时曾经 第一次她在她的脸书 是拜托大家一定要帮刘臻集气 拜托拜托 我记得那个画面 大家看到还是很心酸 那从那一刻起 认识辛龙跟刘臻的 一些师兄师姐也好 师父也好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佛教徒 所以大概接近一个月前 有办了一个法会 那法会当然透过法会的方式 可以替刘臻集气 但是那天在办法会的时候 因为法会有一些仪式 光是这个法会开始之前 要点一个火 这个火叫做护魔火 可是这个火 却因为风一阵一阵来 火点不起来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法会进行当中 当然会诵经 可是这当中诵经 中间曾经中断 是因为这个咒音中断了 那第三件事情是 法会当中会点 会有灯 这个灯中间突然停了 停了又恢复了 那可能有些 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觉得 这不知道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没有这样的宗教信仰 也许用科学上来说 那只是一个停电 但是这三件事情 也让当时有参与的师兄师姐 也心里蛮着急的 那对辛龙来说 他更是非常的崩溃 之后呢 他的认识的一个师父 帮他去观这个元神 后来就提醒了辛龙 该到时候的当下 是不是能让刘真 跟着菩萨去修行 其实我讲这个也蛮难过 因为认识刘真人都知道 没有一个人舍得他要走 尤其是辛龙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今天媒体 也谈到了这一段 说其实就有他的朋友说 九天前刘真就不行了 那辛龙痛哭 念万变佛经之后 又因为在法会出现了 三件不想征兆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放手 不如我们回来谈刘真 辛龙舍不得放手 其实刘真的个性也是这样 刘真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 拼到最后一刻 刘真过去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 他说他喜欢穿高跟鞋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当他穿了高跟鞋 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他战斗力十足 你就知道这个国标舞女王 其实杀气腾腾 可是他说 自从他当了妈妈之后 他为了孩子 他变得爱哭 他变得容易害怕 他说他怕生病 也怕死 他很担心 他照不掉他的女儿 好 我们来听刘真过去的谈话 因为国标舞他一定要出去比赛 比赛在场上 你就是会跟人家血淋淋的碰撞 然后很多的 比如说可能别人会挡住你 然后这时候你 像我身材会这么娇小 我就很容易被吃掉 可是我就是很不服输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几次排练就是我已经受伤了 就可能我肩膀拉伤很痛 然后我就真的痛到会哭 周老师就说 小真你确定你OK吗 不然如果你不OK这次我们就换人上 没有关系 可是我一听到换掉 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被换掉 然后我就说老师我不痛 我就是立刻可以就是忍住痛 或是吃止痛药 或是打止痛针 但是我就是一定要跳 一定要跳 连吃止痛药也要跳 他很敬业 刘真对外的形象大家都知道 他很甜美 而且声音很娇 可是他做起事来 是一个女汉子的性格 他只要答应 这件事情我要做的话 刚刚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已经提了 就算吃了止痛药 他也一定要做 那过去因为 常常会有人邀请他代言 或者是这个出席活动 你们记得吗 2014年 他曾经以国标舞女王 这样的身份 到球场上去开球 当年各位记不记得 是中信这个球队邀请他去开球 邀请他的人还是他的高中同学 当时是卫权龙的领队 那刘真为了这一场开球 各位知道 开球就只是美美地丢个球出去 那其实这个不算表演 刘真为了这一次开球 他还自己设计了一套 国标舞的表演 开球舞 对 你们发现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开球舞之后 这些舞者就把它整个 扛起来之后 他才把那个球丢出去 那个感觉就是整个 经验全场 整个就是一个 很棒的一场秀 而刘真为了这一场表演 其实他之前 光是设计这个舞蹈 光是练习 彩排 花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那一天的球迷 其实也觉得很开心 就像看了一个 你看 一个很激烈 有没有 把它倒过来 甩过来 然后他才把球丢出去 但是美中不足的一点是 各位你知道吗 球丢出去之后 那个球就滚到地上去了 毕竟他没有受过 这个棒球的训练 你光是看他在开球的时候 这么的敬业 然后这么的努力 就知道其实这整个过程 并不容易 你可能看到是10分钟 这么精彩 但是他可能10天当中 都在做这个练习 那我要讲过去 刘真记者最爱他了 为什么 因为通常记者会做专题 就会跟艺人讲说 拜托你 我现在要做一个 一周时尚 各位你知道 一周时尚这种专题 对艺人来说有多辛苦吗 一周一个礼拜七天 我要帮你准备七套的衣服 然后还要带七套的包包 首饰 还要帮你搭配 搭配完 我这每一天穿什么 我还要讲解 各位你知道拍这个 一周时尚要花多少时间吗 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 谁要做 而且这是无偿的 这是给这个记者 又没有太专业 对 那你要这个自己要设计 但是每一次 不论是周刊记者 去跟刘真讲 刘真都很开心 他会把所有的 一个礼拜的时尚 全当都准备好 到了现场之后 他就像说故事一样的 告诉你说 这个包是我哪一年 在巴黎买的 那个包我又是哪一年 在哪里买的 然后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所以各位 不要以为刘真只是爱时尚 他已经把时尚当成一种艺术品了 除了做这一周穿搭之外 你知道他还有一次很有趣 有一个记者跟他讲说 拜托你啦 我要做宠物专题 你有没有养什么宠物 猫啊 狗啊 都好了 赶快帮我解决一下 他有养吗 你知道记者都是很着急 会拜托你帮他解决 他说我没有养动物 那怎么办 他真的说我没有养动物 但是你这么急 这样好了 我弟弟刘恒有养龟 各式乌龟 绿西龟 就各式的乌龟 好 那这样好了 我问我弟弟 我会把那些龟 都带到现场让你拍 结果记者想说 那好吧 也不错 结果那天要拍这个专题的时候 刘真带了 你看好可爱 大大小小的龟到现场 如数家珍 他真的比我们名嘴还认真 他把怎么饲养这个龟 有什么趣事 这个龟这当中有没有生病 怎么带去看兽医 讲的就像他样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不只是国标女王 你只要跟他说什么 他只要答应了 他没有做到百分之两百 他就觉得他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他自己 你看多厉害